印度文化 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来讲讲印度文化 印度文化的种族复杂 语言繁多 信仰也很多样 印度文化中有很多重要的成就是起源于宗教的需求 例如 阿拉伯数字的发明是因祭祀的需要 瑜伽是人们寻求心灵的解脱等 阿拉伯数字不是阿拉伯人发明的吗 不 不 不 因为在古代印度进行城市建设时需要设计和规划 进行祭祀时需要计算日月星辰的运行 于是数学计算就产生了 印度河流域的居民采用能写出任何数字的技术方式 后来由阿拉伯人传播到欧洲各国进而发扬光大 全世界都开始采用了这种数字写法 因为欧洲人以为这些数字是阿拉伯人发明的 故称为阿拉伯数字 另外 不晓得你有没有发现 印度人不分男女老幼常会在前额中央点上一个红点呢 按照传统做法 涂料是以猪砂 糯米与玫瑰花瓣的原料捣碎成糊 用无名指沾取颜料点在眉心 在额头有开光 第三只眼的意思 另一种说法是古印度瑜伽学者认为 咸额的眉心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必须涂上糕药加以保护 因此能看到不少印度苦行僧 历经风霜的脸上有着一点鲜红 此外 印度人也乐意提宾客地上猪砂 表示礼遇与祝福 还有啊 说到印度也会直接联想到瑜伽 相传 瑜伽是古印度修行者 模仿动物而创造的修行法 当时人们做完瑜伽通体舒畅 从此乐此不疲 如今 瑜伽风靡全世界 在西方和其他地区结合了禅修 心灵疗效 科学 健身 媒体将瑜伽发挥得淋漓尽致 好了 今天印度文化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次见